小朋友 雅萱阿姨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校园里的小妖怪 作者齐藤阳 小朋友很喜欢听这个妖怪的故事 它里面有七个单元 第一个 紫色阿婆 当你走进校园里的 某一间厕所 发现墙壁上有一个小洞 厕所的门有可能会突然自动关起来 啪哒 但其实它并不是真的自动关上的 它是被紫色阿婆开关的 其实 门 是住在厕所里的 紫色阿婆般的 如果你往墙壁上的小洞看 会有一双干巴巴的手臂 慢慢的从小洞里钻出来 手臂越深越长 皮肤的颜色 皮肤的颜色 也越来越深 最后 变成了 紫色阿婆 还会说 请保持厕所 简介 就说 它跑出来了 出一点都不可怕 而没有马上逃跑的话 紫色阿婆的脸 和身体 也会慢慢的从 洞里 转出来 它就像幽灵 飞出来 长长的手臂 把你的身体 卷起来 它要卷起来 让你 晕头转向 它会抓住 你整个晚上 完全不放手 所以 遇到紫色阿婆的话 就要赶快逃跑 只要快速的逃到 任何一间 教室 就没事了 因为紫色阿婆 非常讨厌上课 所以 不会追到教室里 但是 等你稍微冷静下来 会发现 你只穿着内裤 因为裤子早就被 紫色阿婆抢走了 啊 只是 外裤被 拿走 人还是安全的 所以 不要太害怕上厕所 紫色阿婆 绝对不会抢走你的内裤 上学时 千万要记得穿内裤哦 不然 不然你们穿在裤子被脱下 那你就会看到 更重要的是 紫色阿婆 并不会出现在 女生厕所 所以 女生一点 都不用担心哦 但是男生要担心 再来是 旅行 如果你放学后 还一直逗留在学校里玩耍不回家 就可能会碰到一座 突然出现在校园里的 单杠桥桥 那不是一座普通的游乐器材 而是 会带着你去旅行的 单杠桥哦 还要带着你去旅行的 天上 如果你跳上这座单杠桥 嘿咻 嘿咻 卖力的爬 想从最前面爬到最后面的话 当你爬到中间的时候 手会突然被黏住 没办法前进或后退 也没办法直接跳下来 面临 你可能就要被困在上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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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 他就会带你去一个地方 当你动坛不得时 旅行当杠桥 就会慢慢 开始慢慢移动 应该是 他开始自己走 穿过校园 走出小门口 就这样 带着你 飞向天空 秋发去旅行的 他会带着你去哪里旅行呢 当然是带你去另一个世界啦 到底该怎么办 才能避免这种恐怖的事情 如果有新的单杠 突然出现在校园里 请你先问老师可不可以玩 想让的老师会说 我先来试试看 等到老师测试完后 只是普普通通的单杠 当然 当然 就很安全 但是如果 遇到旅行的 单杠 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嗯 那就是 那就要 看老师的运气了 总之小朋友 是安全的咯 一日转学生 有时候班上会出现 有一点特别的学生 他是一名从早上 转学进来 下午放学 就会转学出去的 一日转学生 大部分是因为 爸爸妈妈很忙的缘故 只能待在学校一天 但不用担心 他并不是小妖怪哦 各位同学 这是今天转学进来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做 王小忙 只会待在学校一天 因为他的爸爸 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偶尔也会遇见不同的情况 那就是一日转学生 小妖怪来到了班上 因为老师看不见他 只有学生们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老师 并不会向大家特别介绍 同学们 你们到底在看什么 来 我们要开始上述学课咯 好 我们再看一日转学生 一日转学生 会坐在教室里空出来的位置上 等到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 他就会不知不觉的消失不见 隔天早上再也不会出现在班上 所以如果你遇见他的话 把他当成一般的学生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但是一日转学生也需要吃营养午餐 所以营养午餐可能会突然少了一份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可以把老师没吃的那份留给一日转学生 或是请中央厨房再送一份全新的过来 问题就解决啦 不用再说我的午餐不见了 顺带一提 一日转学生的功课非常好 所以课业上只要有不懂的地方就可以问他 他会很热意教你哦 这样一来 下次的考试你也不用担心啦 你只需要他教你 但是这件事不会发生 体育馆的妖怪排球 半夜如果有小偷想去学校偷东西 进入暗暗的体育馆里偷看的话 就会听到管理传来叽叽叽叽叽叽的声音 体育用品式的门会微微透出一道蓝白色的光 这时会突然滚出一颗排球 排球滚出来应该不是叽叽叽吧 这颗球滚到体育馆中央的球场后 突然飞到半空中 然后仿佛有两个队伍正在比赛一样 一下飞到左边 一下飞到右边 这就是体育馆的妖怪排球 球赛进行到第一回合会暂停 小偷只要在第一回合结束前离开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如果觉得很有趣 而看完整场比赛的话 会听到一个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声音 比赛结束 突然间 排球会用猛烈的速度朝小偷飞过去 他根本来不及闪躲 直接命中头部 所以常常有昏倒的小偷在早上被抓到 要怎么避免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呢 只要小偷不要进来校园里面偷东西就好咯 妖怪泳池 这是什么泳池呢 连接人间和地府的中间 有一道渡河 叫做冥河 如果学校里的游泳池很老旧的话 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和冥河连接在一起 变成妖怪泳池 妖怪泳池都是这种老旧的游泳池 在这里游泳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通往地府 妖怪泳池还会出现一般的学校游泳池里面 绝对不会出现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泳池里面会出现一艘渡船 就是提供双向运输的服务 在没有桥的船上 专门将人或货物运送到对岸的船 如果你正在学校里游泳 泳池的另一边突然出现了一艘渡船的话 那就表示这里已经变成了妖怪泳池 这艘渡船会将你运送到另一个世界 但是看到渡船的时候不要紧张 只要赶快逃上岸 就安全了 暂时要穿衣服哦 这艘渡船的鞦韩所发生的声音 当你好奇抬起头 想看看门上的牌子 是几年级班的教室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面竟然写着 零年 零班 怎么会有这个班级 其实这个零 真正的意思是 幽灵的雷 如果你悄悄的从 凤头看的话 会看到一个秋千 从电话板上吹掉下来 转嘎吱嘎吱的羊 嘎吱嘎吱 抬头往上一看 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 坐在秋千上 美得不像这个世界的人 那个女生会低下头来 用特别温柔的声音 轻轻地问你 你也想放秋千吗 如果你因为 这个女生太美了 而被吸引 开心的回答 会问说 好啊 我也想放秋千 放秋千 就会 自一刻停下来 这个女生 会 站起来 邀请你 那你坐在我的前面吧 你就这样开心的 你就这样开心的 坐在这个女生的前面 后秋千 后秋千会开始 咻咻咻咻 对啊 往上伸起 等你回旋过来时 这才发现 前后左右 都是从天花板垂下的秋千 而且 每个秋千上 好像都有人 好像都有人 有有有有 等秋千继续声道 跟其他人一样高的时候 就 居然 每个人的 每个人都只有身体 没有疼 脖子 上 都 空空的 当你 下热 一大票 抬头看这个女生 天哪 这个女生的眼睛 变得 又尖 又大 还充满血湿 嘴巴裂开到耳朵旁边 嘴巴里面 还长出了 好多颗尖牙 等你和她对上眼的时候 女生 就会 张开她的大嘴 说出一句 开 动 难怪 学校里 常常 有男老师突然不见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 不用担心 只要 记得 当你 不小心经过 零年零班 千万 不要 往里面偷看 就算 有听到 秋千 的声音 也要加装 没听到 快速经过 就没事啦 奇妙成果 发表会 如果 深夜里的 体育馆 开着灯 里头 还传来热闹的音乐声的话 那一定是正在举办 奇幻成果 发表会 在发表会上 表演的小妖怪 不只有校园里的小妖怪 还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小妖怪 都会聚集在 体育馆里面 哇 小丸子 分身校长 然后刚刚的那个 音乐会结束之后 紫色阿伯 会是什么表演呢 往舞台上一看 叹叹叹叹 叹叹叹 叹叹 叹叹 接着主持人说 下一个节目是 喜剧表演 出 演出的节目是 鼠盘子 鼠盘子的阿菊 阿菊 让我们掌声欢迎她 名叫阿菊的幽灵 是在日本非常有名的鬼怪 他会从井里出现 开始不停的数盘子 今晚的特别来宾 当然是由阿菊本尊 亲自上阵 一枚 两枚 三枚 四枚 五枚 通常数到第八枚盘子之后 九枚 怎么会有少了一枚呢 阿菊就会发出非常悲伤的哀怨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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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太古声音响起 阿菊就会消失在井里 但是今天晚上阿菊改了台词 八枚 在数到八之后 阿菊看着全场的观众 突然大声喊着 三三得九 三四四十六五五二十五 大家一起来背九九成海吧 还没学过的小朋友也一起来哟 阿菊来了 六六三十六 因为这里是小学 阿菊才会有出乎意料的表现 遇到时只要安心享受惊喜就好了 我们的故事想玩了 谢谢小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